有一名跨性別者妞妞 前年到了一間新創公司面試 表明性別認同之後 希望到女廁來上廁所 遭到公司拒絕 要求她去上無障礙廁所 讓當事人感到歧視 向北市勞動局申訴 勞動局是依違反性貧法 裁罰三十萬元 不過公司不符打行政訴訟 法院認定跨性別者使用女廁 並沒有妨礙其他人使用 判決公司敗訴 雇主面試求職者 會以學經歷等表現 決定是否入用 但一名跨性別者妞妞指控 在面試臺北的新創公司 只因為表明性別認同 並希望上廁所時可以上女廁 結果遭到公司拒絕 最後更不予入用 發生在前年 妞妞說當時向面試官說明 跨性別身份 對方不介意 但她要求上女廁為或同意 事後公司卻告訴她 詢問女同事不願和她共用女廁 還問她可不可以去上無障礙廁所 讓她備受歧視 最後面試結果沒下文 她的跨性別身份更提前曝了光 不滿向勞動局申訴 經勞動局調查認定公司因廁所問題拒絕入用 構成跨性別歧視 明顯違反性評法 裁法三十萬元 而對方不服提訴願遭駁回 打行政訴訟並主張妞妞的專業能力 不符合公司需求 而且內部為設有性別友善廁所 並考量到無法滿足到她的工作環境 才沒入用 只是巡送後同樣敗訴 公司目前不再上訴 判決確定 而班旅盟則說 不要再用有色眼鏡 看待跨性別者 不要因為跨性別者 性別認同 跟大多數的人不同 而把它就是特殊化 把它當作一個潛在的危險 班旅盟強調 單純的生理需求不能因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 相較於主流 就因此受到歧視 記者傳訊謝奇聞 台北報導